一声声巨响,警方手持散弹枪破门而入 刑事局去年侦破一起诈骗机防案 上上追查后,发现邱南的诈骗机防也共用同一个化物系统 经数月跟肩埋伏搜证,见时机成熟立即进行攻坚 并逮捕正在湮灭证据的嫌犯邱南等11人 并查扣手机、笔电、硬碟及监视镜头等证务一批 本局蒸汽大队在台中地检署假官指挥下 在今年4月及6月发动搜索居体行动 查获一件11人的电信诈骑化物机防 全案总计查器、逮捕、主贤、干部及成员11人到案以外 同时搜索查扣了笔电11台、硬碟10个、手机13支 以及叫站守则等相关赃证务 本局在此郑重警告各类的诈骑集团不要蠢蠢欲动 虽然在防疫期间,但是打击诈骑无假期 我们警方绝对同样会来严加查气 也呼吁民众勇于检举 如果有发现群聚等相关可疑事状 勇于向警方来检举 我们绝对会同样的来严加查气 移回物民众的财产 并且来共同防止 来共同进行防疫的安全 警方将硬碟资料送交数位鉴定后 查出诈骗集团从今年2月份起 透过群乎系统发话 假冒中国大陆银行员工及公安 诈骗20多名大陆民众 诈骗金额高达2000万元以上 征讯后已将秋贤为首的11人 依法送办 记者综合报道